好幸福好時光跟大家推薦一本書 這叫創意工作心得報告 這是龔大中所寫的 他是新一代非常優秀的廣告人時報出版 大中你好 你好丹舞姐你好 他看到我做了很多的筆記 因為我決定要拿給我們公司的小朋友看 因為說真的 這個商業文案是這樣 我覺得寫商業文案很有趣 甚至比在廣告公司的人更有趣 因為你馬上就可以看到 好像在演舞台劇一樣 下面的掌聲 如果一個東西寫的好你就會發現假設在 其他的變數狀況不變 比如說我的臉書不要被屏蔽 我現在是被屏蔽的 就是說不要被屏蔽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看見 那個訂單的數量跟你的文案肯定有關係 尤其是這樣東西 本來就是你的常設或者是規定 規律性的商品 你這次用的角度不一樣的話 大家的那個購買率會不同 對 也是現在的廣告的媒體的環境 跟以前越來越不同 以前傳統的電視或是 影像 然後平面的廣告 那現在網路 然後社群 所以其實很多的廣告內容出去之後 像以前可能你可能要 一個月 然後甚至三個月之後才知道效果 早期我們拍一個廣告 那個公司是要用一年的 現在做音樂也是 任何東西 串流的東西你一出去 你大概在 一個小時之後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消費者的反應 其實這是一個了不起的 就是 Response 其實我很喜歡這樣子的環境 後來 就 這也是我發現說 現代媒體 真的比傳統媒體 有趣太多了 互動 是的 所以我只要講到 怎麼樣把文案寫好 還有他們說 我只要講到 有關房子的時候 我的眼睛就充滿光 不自覺的開始燃燒起來 好這本書呢 真的是 如果你要 懂得 我覺得 以實用的狀況來說 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做電商 或者是你是 就是品牌的 創始人 甚至你在任何公司 只要你要賣東西的 你都可以看一看 你仔細看 就會學到某些招數 那你先來說一下 公大中成為廣告人的那份 病例好了 你為什麼 會成為一個廣告人 很少人像你這樣好像是 從小有這個志願 因為我其實很小的時候 好像我媽媽講啦 就是小時候 我只要看到電視上 很久很久以前不是有那些什麼 大通啊 然後 沙龍趴斯啊 那些廣告 有廣告音樂 我只要電視廣告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站起來 看著電視 跟著唱 好像從小就對廣告很有興趣 高中的時候開始 想要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也是某種病 因為你喜歡重複的東西 可能 可能 然後後來大學 大學也念了廣告系 然後福大學廣告系 就是你一心的志願 就是要念廣告系 因為我可能想別的科系 比如說 文族啊 社會族啊 歷史啊 國文要背東西 然後數學 微積分 這些 學商要學微積分 統計 這些我都很不在行 後來想一想 看起來唯一能念的 也是廣告系 所以後來就去念了廣告系 所以你從小除了喜歡唱廣告歌曲之外 看得出來是個有創意的人嗎 你可不可以說個例子 應該 還蠻有創意的吧 比如說 好像還沒有念小學的時候 然後在眷村的 眷村的廣場 然後脫光衣服裸奔 做了 全眷村 小孩沒有人敢做的事情 為什麼你要有一點理由啊 就是想要 做跟人家不一樣的事情 創意的本質就是要 與眾不同嘛 所以小時候就有這個 與眾不同的因子 但是後來結果很慘 結果很慘 被 被爸爸 狠狠的修理 而且是當眾修理 修理給全眷村的人看說 這是不對的行為 其實你很奇特啊 眷村的小孩基本上是比較一板一眼的 對不對 我現在從很多的人的 模式甚至來公司應徵的同事 我都知道他是眷村小孩 那我們家剛好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爸爸本身 他也是一個自由派 然後很叛逆的軍人 所以很衝突啊 你爸爸的仕途混得好嗎 就不太順利啊 這叛逆軍人聽起來就是 韓劇連續劇裡面 常常喜歡的主角 也就是他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如果一樣大家演什麼呢 啊對 剛剛講那個履歷 履歷是後來我去 要interview 廣告公司要應徵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很酷 我寫了一個履歷表 然後寫得很糟糕 被我爸爸看到 那身為這個自由派叛逆的人 他就說 你這履歷寫得非常普通 很平庸 很一般 叫我要不要再想一想 後來我想說對啊 我要去做廣告 我自己的履歷也應該要有創意嗎 因為你的履歷表 就廣告人來講 你的履歷表其實就是你的作品啊 他就是一個廣告 在推銷你 後來我就把我的履歷 做成了精神病院的病例 我去考究精神病院病例的那個格式 怎麼寫 然後我就把我自己 因為我是雙子座嘛 那本來就有一點雙重人格 當時很流行那個24個比例 那個人格分裂的這個議題 聽說每一個後來考心理系的 都是24個比例 還有什麼有沒有 還有另外一本 所以我就把自己寫成是 三個人格 一個是叫公大中 一個叫公三四 另外一個還有幫幫忙寫這個推薦信 履歷推薦信的 病例推薦信的那個精神病院的院長 叫公宏中 然後三個人在那邊 自說自暢演了一出病例 那因為那個病例做得很像 所以 你是說外表也像嗎 整個外表就是非常模擬病例 好聰明喔 一看就是不一樣嘛 當時就時間廣告公司 那完全沒有工作經驗的我 竟然得到六個interview的機會 所以你爸爸真是你人生的貴人 他完全知道廣告公司不需要一個 平凡的履歷 我以後我通常在寫履歷的時候 就是我要去考某個學校的時候 我下次也這麼試試看 好那麼 後來就 很如願的 這麼多人錄取你好困擾怎麼辦 後來是有兩三 我覺得履歷是讓你有機會 可以 進入這個 這個這個行業 然後那六個 interview的機會 有拿到兩三個over 後來 就選擇我現在服務的公司 澳美 台灣澳美 然後從 文案 這就是大家想要一步登天的那個公司啊 就是 名氣有蠻大的公司 然後那我從文案到現在 其實我在澳美工作 跟一般的廣告創業人也不大一樣 大家可能會換公司啊 跳槽啊 那我在澳美現在待了22年 從 第一個工作 一直到現在 其實你這個人對於事業前途 沒有什麼野心 對不對 我看到那種會待22年的 也就是說 看起來他很有創意 但他私底下也還是個乖乖牌 只要讓他 好好的 就是有飯吃 然後可以做他的工作 就好了 有快樂的創作環境 然後可以 創作 然後做作品 然後就 對創業的人 來講就是很快樂的事情 對我來說也是 我覺得他看起來很小 通常你覺得一個 其實年紀不小的 看起來很小 基本上就是因為自己老 A角度寫 B角度寫 C角度寫 因為我們可以一直換嘛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你聽到的掌聲 或者是回購單 不一樣 這對我而言是一件 就是很有趣的是 因為當作者很無聊 你寫的半天 過了半年 校對比你寫的還久 他才出書 然後出書之後呢 大概要過 很久很久很久 你還要去簽書 還要做很多促銷 然後你才會聽到回響 對不對 好那麼 我覺得這個故事裡面 這裡面有非常多個 這個抬頭 100多個 你也真的很認真 可是有一個 非常有趣跟你的履歷相關的 就是 問題不是你適不適合 而是你有多想 這也就是 剛開始去做廣告 發生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很多 年輕人想要來 這個行業都會 一直在猶豫 或是想要問我們說 我到底適不適合 那其實真正的問題 不是這個 就是 其實是你有多想 那當時我在做廣告的 大概前兩三年吧 大家也知道廣告公司就是 錢少 事多 離家圓 然後每天 非常辛苦 然後 媽媽說 離家圓是因為 不夠有錢 就是 因為很難 因為很難回家 心理距離的 了解 不然我知道你們公司在哪裡 然後媽媽都說 自己說我把家裡當旅館 然後呢 也看我在那邊跌跌撞撞 工作很辛苦啊 可是你很喜歡吧 很開心啊 就熱在其中啊 都可以 進入一個案子 甚至我有三天沒回家 然後我就一個禮拜 每天就 所有人都聯絡不到我 我在想idea 那澳美需要 要筆稿嗎 以你們公司這麼大 應該已經 需要啊 還是一樣的 對呀 尤其是 這幾年競爭很激烈 筆稿的次數 更頻繁 我以為 那個只要是不是要找到澳美 意思就是不筆稿 但客戶有否定權就是了 歡迎如果有好的客戶想要筆稿可以找我們 那當時其實 媽媽就很擔心我 然後呢 然後當時我媽媽生病 然後朋友就說要帶他去 關西 給一個 摸骨神算 然後看看他未來的運勢啊 結果媽媽去的時候 他完全都沒有在問自己的事情 他是關心小孩嘛 所以他就 問那個摸骨神算 就問我的事情 把你的命盤拿去 對對對 然後問我的事情 結果後來 而且那個神算問了要展現自己的這種 準確度 他非常有信心 所以還叫我們現場錄音 所以媽媽回來是把 摸骨神算錄音 放給我聽 然後那媽媽是問他說我這個兒子 這樣做廣告 OK嗎 這樣 後來摸骨神算的回答是 你叫他 趁早死了這個心 他如果做廣告 會一事無成 而且很清楚就是 一事無成這四個字 那我聽到的時候 那時候剛入行嘛 也是跌跌撞撞 然後每天 對未來有這麼多的 不確定性 我聽到這個 其實我 心裡是非常非常的 害怕 後來想一想 那我就喜歡 那我叫我去做別的 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繼續做下去 我記得有一年的時候 後來我 大概 五年前吧 我拿了一個 好像年度 傑出廣告人獎 然後我在那個 頒獎典禮上 就是 講感言的時候 我就講了這一段 然後我就說 起碼我證明給那個 摩骨神算說 我這樣子應該不算一事無成吧 現在還出了一本這樣的書 其實摩骨神算不知道 廣告業在幹什麼 有可能 所以他只是用大眾的 拉扛棒的 他以為是去拉扛棒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他錯 那麼 可是你這裡講到你爸爸有沒有 就是你爸爸其實是在安慰你的 我爸很有趣啊 除了那個履歷事件 然後這一件事 我爸也知道說摩骨神算 論定我做廣告一事無成 然後我爸就來跟我講了一個他的故事 那就是他 他是軍人嘛 然後他當 不知道是中校還是上校的時候 他有被人家帶去 也是關係 也是一個摩骨神算 而且還據說 就是他們這種可能都很會 也會幫自己做廣告 就是據說曾經幫蔣經國摩骨 他好知道 對對對 關係好像蠻多摩骨神算 反正他也看不見吧 對不對 然後那他 幫我爸爸摩骨 然後看他未來的官圖仕圖 然後結果他跟我爸爸說 那時候他中校還是上校 他跟我爸爸說 你不會升將軍 你這輩子 那如果 後面那個那句更 如果你升了將軍的話 你就會 死於非命 我爸說 那聽了之後多緊張 你爸是什麼軍 後來我爸是陸軍啊 後來我爸生了將軍 生了將軍的時候還會害怕喔 害怕死於非命 後來大概過了一年 我以為他是空軍 他聽到這種字 然後來判斷這樣子 後來他 後來大概過了一年之後 發現自己還健在 他說他很想去扁那個 蒙古神算 你爸爸很有趣 他用這個故事鼓勵我 可是他的仕途看起來蠻如意的嘛 不過小挫折一定有啦 如果他的個性是就是左耳不群的那個樣子 跟你說 而且活到快90歲 可是問題是 去算了之後每天都在擔心自己死於非命 我媽也把我的八字拿給什麼有名的算命獎 他說他們說我最適合當小學老師 可是你沒去當所以你不知道 你可能會得諾貝爾教育獎 當然啦我覺得沒有職業是不好 但只要不適合你就是不好的 所以 其實 人也只有沒有信心的時候才會去算命吧 對不對 好那你們就 開始 裡面呢還有一題 我覺得看了這個很好笑 他在每一個 總共100多個 那個title 裡面都很簡短 而且 都很有趣 叫 沒有作品不會自己做嗎 所以 這又是什麼樣一個故事呢 因為其實很多 去廣告公司應徵 他想要 想要從事創意工作 他必須要有所謂作品級 人家才能知道說 你過去做過什麼東西啊 你創意厲不厲害 那通常如果是學生或是新鮮人 他要 進廣告這個行業 其實他是沒有作品的 那所以很多 學生就會來問說 那如果沒有作品 我怎麼 interview 怎麼進入廣告公司 我覺得這篇給我很好的點子 真的嗎 真的 很多行都這樣 沒作品我就現在自己來做啊 對啊 然後他就問 那我沒有作品級怎麼辦 然後我心裡每次都三條線 我想說 沒有作品不是就趕快做啊 就是表示你之前沒做嘛 而且即便是學生 也可以透過 練習 用sketch啊 草稿啊 甚至是 文字腳本的方式 幸福好時光 我只是送給他兩包咖啡而已 跟他們說 那個咖啡上面的封面是我畫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從小其實一直很喜歡畫圖 但沒有人要讓我念美術系 後來呢 因為老大也 年紀老大 所以我就自己做 好剛剛我們就在講的就是說 沒作品不會自己做嗎 對不對 就這樣啊 就開始做啊 而且 我在寫這篇的時候 我也舉了一個例子就是 廣告界的前輩 有一位叫 Devigong 就是 跟我同姓 我看半天我還以為那個人是你 不是叫Devigong 龔有成 他是一個非常跟孫大偉很熟的一個 廣告圈的一個前輩 他是個導演 那他當時在 Joe金山 念完藝術學校 然後要去英國 他是很早期台灣廣告人然後在英國做廣告的 然後那他要去英國之前其實也是沒有作品 那他就花了大概半年多到一年的時間 然後在在美國的圖書館 到處去找資料 然後看到很厲害的廣告 然後他自己在想一個 他的想法 他的創意 然後把這些廣告都畫成sketch 後來他就帶著這些sketch 大概二十幾張sketch 去英國的廣告公司去面試 那這些sketch 就是他並不是真的作品 就是他 學生 想出來畫sketch 這個就是他的作品集 而且那個作品集 因為他很怕說 他畫得太好 就像 但吳姐要隱藏那個畫畫功力一樣 他畫得太好 他怕人家 他怕人家會叫他畫腳本 去變成不能想創人家畫 還故意畫很醜 他真的心機挺深 所以他就帶那個很醜 畫得很醜的東西去 結果畫很醜一樣 只要他的idea夠好 他還是得到了這個工作的機會 那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時候 其實也有這個過程 我學生的作品之外 我後來其實 我記得我在interview的時候 interview我人在跟我討論的 其實都是我那後面 幾張就有畫得很醜的東西 因為我很不會畫畫 那我畫得很醜的一些sketch的idea 反而是大家討論最多的東西 所以我就在鼓勵這些學生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廣告 真的想要進入這個行業 沒有作品沒關係 現在開始 你就動手 就現在做一個 你每個禮拜想一個 你一年就 就52個 對不對 而且從52個裡面 你只要挑最好的10個 你就有 你就有很厲害的作品集 所以你不用害怕說 之前沒有受到肯定 那就現在開始 那個實作的功夫 事實上對每一個人 都是很重要的 而且說真的啦 其實大家也不想要看你之前得過什麼獎啊 現在什麼獎啊 對我而言 尤其是食品方面 都是買的 對不對 那好不好吃是不是比較重要 啊怎麼樣 笑蕾 講還是有公正的 還是有蠻多的講是公正的 人要有理想 品牌要有大理想 好這個 這篇我也蠻喜歡的 來你來講一下你的觀念吧 其實如果說要本來像寫工具書的 這個應該是裡面很重要的一章 對 因為其實 我講品牌大理想 其實是 澳美 我們全球的這個行銷的系統裡頭 我們的一個 算是我們的一個工具 那 其實 用 品牌其實我們講 經營品牌 其實就是 人嘛 他品牌有品牌的個性 然後品牌的 情感 然後品牌的目標 那我們如果把品牌當成一個 人的話 那 人 一個有成就的人 通常他有他想要achieve的一個理想 也是他 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目的 所以 那我覺得品牌也是一樣 你這句話其實可以放在個人來看 比如說 XX品牌相信 如果XXXX 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那如果是你呢 你相信什麼 我 大眾相信 如果可以用 創意的力量 然後 幫助人 然後世界會變得更美好 這是我的 我個人的 大眾小理想 我覺得你跟巴菲特想的一樣啊 他只是說如果他的錢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世界會更美好 他的錢的力量 可能會比創意的力量大一點 這是大理想嗎 有沒有什麼小理想 小理想 可以套進這句話的 其實都可以啊 到最後我們都想要幫助更多的人 對不對 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或者是說如果每個人都可以 透過創作 然後讓自己的故事被聽見 然後世界會變得更美 這就比較像這個小理想 就是我要做什麼 對 我們不能老是 就像那個每次選美說 你要什麼 word piece 那我們剛剛講那個其實把它換成品牌 代入的時候 那品牌 找到自己的理想 然後他 他要前去的方向 那品牌就變得不只有個性 更是有 品牌的價值跟高度 那這個是我覺得 經營品牌蠻重要的事情 其實你講的就是 默克藥廠跟輝瑞 這也是我們唸商學院的時候唸的兩個知名的個案 你說默克藥廠 他們其實就是 醫藥是為了要造福人群 聽起來雖然抽象 但是在各種選擇之中 你要選擇的恐怕就是造福人群 而不是追求企業最高獲利 但輝瑞的目標就是竭盡所能的 去追求獲利跟成長 結果最後呢 默克的市占率還是輝瑞的兩倍 業績高達10倍 也就是說品牌大理想聽起來有時候有點虛幻 可是呢 基本上還是要立人才要立己 還有志向要圓大 對 而且消費者也是啊 就是 我相信 如果大家 同樣幾個品牌擺在你面前 你應該會去挑選或是喜歡那個 有想法 有理想 然後 有目標的品牌 如果他表理合一的話 如果 這沒錯 所以品牌大理想 你找到理想之後 你要表理合一 你要深化內化為整個企業 大家 整個企業體一起追求的共同的目標 追求獲利 當然每個企業都必須追求獲利 可是如果你的終極目標只是 自己的獲利跟成長 你終將會成為獲利很高的討債集團 裡面也都出現了一堆黑社會而已 不是嗎 對沒錯 那這個就很難 如果討債集團要有大理想 不知道要寫什麼 幫助所有被欠錢的企業 或者是銀行 讓他們的那個赤字不要那麼大 可以有效率的得到還款 是 所以一個東西叫理想 那你後面舉的就是說 可口可樂相信 你看喔 不是叫每個人都喝可樂喔 而是他希望能夠分享快樂很和愛 然後 你看他的廣告都是往 讓世界更美好 讓年輕人更有勢幹 那邊去拍的 雖然他最大的股東就是 那位老先生 還有 多分嘛 對不對 這每個女人都要喜歡自己 天生的樣子 世界會更美好 還有全聯一直是你在負責的廣告 對不對 全聯先生他本來是廣告人 我跟他合拍過 一兩個廣告 他曾經是 廣告文案 他以前他有跟我說是 有一次我去找孫大維的時候 很年輕的時候 他在孫大維那個公司 他就在那裡 他很早就看過 真的 你們莫名其妙把他挖掘出來的 對不對 他是我私底下的朋友 幸福好時光他剛講全聯董事長非常聰明 我相信 我真的覺得他是了不起的人物 超級厲害 在商業策略的選擇上 還有 工程掠地 他有他的邏輯 所以 我後來再發現說為什麼那麼喜歡商學 就是 我看到成功的人一定有他的 策略 就好像他會找到他的摩爾定律這樣子 你光是他 跟我們一起 參與我們這個廣告創作的過程 他挑選 創意的 方法 就覺得 這個董事長真的非常聰明 非常有見諛 他其實只有 按住某個原則 就是 要讓大家用最便宜的價格買到最好東西 這也是Amazon的原則 那是他的理念 然後 他挑廣告的時候只挑一個 這個東西 他挑說 這有跟別人的不一樣 就是你要 與眾不同 但是有一陣子 我們會覺得他東西是慫又有力 對不對 可是你記住了 那全聯先生也因為你就開拓了他的心圖 對不對 他本來 聽說那段時間在失業在衝浪 對對對 他本來是廣告公司的文案 蛤他是文案 對對對 然後可能 文案公立 OK 好 然後 然後 當時他就是 離開了他原本 服務的公司 然後 然後 好像心裡也有一些 不開心 低潮 然後呢 他就在 金山 金山的 海邊 然後就 開了一個 衝浪小店 有點像 整個人 退影在 金山這邊 然後後來 因為我們要找全聯先生這個角色 然後我們 找了六十幾個人都沒有適合的 他忽然 腦袋裡跑出這個人 因為他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我們想說找他來試試看 而且推薦給 全聯的客戶 全聯客戶也非常有眼光就說好 那我們就用他 沒想到 素人 然後拍了第1支廣告 就爆紅 然後那第2年剛好腳本又很適合他 所以他又來演 第2年再紅 後來他就變成 固定班底 就全聯先生一路到現在 他改變了 我覺得他改變了 我們做全聯的廣告 也改變了 某種程度上改變全聯這個品牌的 Look and Feel 然後他也 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對啊 好所以 其實每一個人路都是意外的組成 如果你一直都是 人生都在你意料之內的話 那就很顯然對 不但無聊而且顯現出你並沒有做太多努力 不是嗎 好那你也講說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 沒有問題 這是要教大家怎麼樣的去 寫廣告的一個方式 你來說一下 其實廣告 大家我們常在想說 那我今天到底要從哪邊下手 我的創意要從哪邊進去 或者說我的文案要從哪個點落下去 但是 重點是你要先回到 就是所有的 尤其是廣告創意 或者是說我們大部分的創作 所謂的創意這件事情都是用來解決問題 解決某個 不管是商業的課題 或是生活的問題 像比如說 有人講這個也是創意 就是Discovery 動物星球頻道裡頭 比如說那個大猩猩 他想要吃那個樹洞裡頭的 螞蟻 可是他吃不到 後來他在那邊搞了一個下午 最後呢 他就發明了 他發揮他的創意 他把樹枝拔下來 然後用樹枝 大猩猩然後去勾 把裡面的螞蟻勾出來 然後吃掉 其實他就是用創意在解決 他吃不到螞蟻的問題 那所以 其實所有的行銷都是要 你要先找到課題 然後你要去解決他 所以 最好的方式是 當你要做下來 寫文案也好 想創意也好 你先想清楚 你到底遇到什麼問題 你要解決問題是什麼 那如果沒有問題 那真的很難想創意 問題就是要做什麼 對問題才是重點 然後對於商品而言 是他的差異化的競爭策略 如果有人來跟你說 我就是都一樣 因為現在很夯 就用那種 豬在風口也會飛的態度在做 你應該會對這商品感覺到相當的乏力 對對對 不過大部分的人 我後來看來 都是這樣做商品的 什麼夯什麼做 對 以至於一個 商 公司裡面 所有的產品 都是像那個 好像五馬分屍 五匹馬跑不同方向 還有你在這本書裡面有講到了 也就是有一個澳美總監 他寫的 就創意妙招 15分鐘 讓你學會做廣告 你其實有這個意圖 要把這本書寫成那個樣子 沒有 那本書很薄 那本書還是我這本的六分之一薄 很薄 那個是 應該是智薇湯迅那個廣告公司的創辦人 叫James Webb Young 那他那一本 大概15分鐘可以讀完的書 可是他其實他在那本書裡面 他是教一個 他只是在寫一個創意的步驟 從收集資料 聯想思考 然後到落筆組合 然後到最後產出idea之後 你再回頭 在polish 重新去 去修改他 然後到最後完成 他在講一個創意創作的過程 如果你不知道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這時候可以幹嘛 裡面竟然還有步驟叫放空等待 對對對 放空等 因為你的你已經把那個 資料 都輸入到你的腦袋資料庫嘛 所以你的腦袋會 潛意識會思考 你就等他想出來 告訴你答案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說 想創意到 可能有瓶頸的時候 你可以去看電影啊 你可以去打球啊 你可以去約會啊 就是完全不要去想他 然後 最後東西就會出來 可是前提是你已經想很久很久很久了 對就是 你前面的做完了 其實我最近在寫博士論文啊 有一陣子 其實現在我也遇到一個好像就不太想前進 看到這裡我就覺得非常安心 收集資料 消化思考 沒有錯我現在正在放空等待 等我瞬間頓悟 因為你現在在往前走不太對 你要想出一個 真正厲害的一個主軸 不然就是一直都在資料裡面啊 徘徊 人云亦云嘛 不過我那個最後面還有講一個 我自己幫他加了一個 最後你的成品出來了 然後呢 離提案還有三天 你馬上做一件事 立刻把你桌上這個idea 揉成紙團 然後把它丟到垃圾桶 再想一個 比這個更好的 因為你還有三天 是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也就是說 已經夠好了嗎 你不要一直僵持己見 說不定還有更好 但如果最後來不及了 到最後一天沒有想要更好 那就把他 再把他撿回來 然後叫那個打掃阿姨 不要太勤快 還有呢 裡面講的是 比如說 是舊元素新組合 更是尋找關聯性 這就是 教大家就是 做創意的方法 詹洪志跟黃文博的書 我應該也都看了 他們其實一直在教你一些 方法論 對不對 那 其實 你很喜歡周星馳的電影 對不對 因為周星馳其實不是無厘頭 周星馳的 搞笑他的創意是非常有邏輯的 如果從他電影裡面去 爬梳很多 創意的方法 所以他也是 一個非常有他的idea 他如果當廣告人 我相信周星馳也會做的挺不錯 那無論如何 如果你想要有一點創意或者是 甚至 你是一個製造業或做商品的人或推出品牌的人 你最好看一下這本書 時報出版 創意工作 心得報告 公呢 是公大宗的公 那麼這本書應該會給你一些點子 你看 連我在寫論文 我都覺得得著安慰 謝謝 謝謝 淡如姐 好那麼 那大家呢 就去看一下這本書 我喜歡 103 我喜歡 radio 拜拜